也門總統薩利赫保證會離開本國前往美國 在此前幾個小時終於他的安全部隊開槍打死至少9名反對派抗議者 這些抗議者當時正參加前往總統大院的大型遊行 薩利赫星期六在記者會上說他來日會去美國 並讓也門民族團結政府為明年2月的大選做準備 大選將會推出取代他的人選 他還聲言一定會返回也門從事政治活動 薩利赫沒有講明行程的日期 星期六較早時候也門軍隊開槍阻止幾萬名反政府活動人士的遊行 他們從薩拿爾南270公里處的塔伊茲出發 在行進了4天後到達薩拿 軍警還在首都南部地段發射催淚瓦斯 並且動用水龍來阻擋遊行隊伍 醫療救護人員說有200多人受傷其中很多是槍傷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